欢迎收看 谈古论经画中医 对于北半球的朋友来说 流感耗发于冬季 南半球则是每年的6到9月 台湾地处于亚热带以及热带地区 大概每年的秋冬都是流感的耗发季节 大家对于流感特别烦恼的 就是它可能会合并严重症 那么今天我们要借助传统医学的智慧 让大家远离流感 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常务理事 以及全身中医诊所的院长 陈长龙中医师来到现场 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之前跟陈医师谈过感冒这个议题 那感冒跟流感到底差别在哪里 其实以中医的论点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严重度的不一样 那我们在传统上就把这个比较严重的流感 叫做这个益力 益力 益就是我们这个病治旁一个 没有的没去到水之旁 益 益力 益就是厉害的益 更厉害 对 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 所以感冒的症状都有 对 那一般来讲 我们以现代医学的分类来看 它流感有具备几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说从症状来分的话 第一个它会发烧 一定会发烧吗 大部分的流感 大部分九成以上会发烧 甚至会到39度以上 第二个它会全身酸痛 就是高烧全身酸痛 对 严重的咳嗽 咳嗽也会 对 OK 就是骨节酸痛 这个都会 还有头痛 头痛 那一般来讲这些 打喷嚏 流鼻水 轻微的一些喉咙痛 这个大概流感跟一般的感冒 它都会有这些现象 但是流感会不会时间会更长一点 还是不会 依病毒的整个 我们从病理上来看 它其实时间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它的并发症比较多 它会容易让它感染了 其他的细菌 或其他病发症 所以病成相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一般最怕感染到哪些病发症 譬如说像肺炎这样子吗 肺炎 甚至肾脏方面的疾病 也会引起肾 肾脏方面 因为有时候感染它会 它那些病毒排不掉 它还是会靠肾肝这些来代谢 它还是有时候会发生肾炎 肾鱼肾炎也会有 也会有 对 当然我们最直接想到 当然第一个是心脏跟肺脏 上呼吸道 在我们身体的上半身 以作为两个上胶的部位 所以有可能引起 也是心脏病也是有可能的 是 它有时候因为肺的水肿 肺的一些发炎的现象 影响到整个心肺功能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于流感 我们一般观众朋友 还要更注意更小心就是了 那么古人古时候虽然没有流感这个名词 但是也有这样的症状 对不对 所以也是病毒型的感染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 它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病毒 只是说这个感冒 或者说这个样的风寒风热 它的症状比较严重 所以就用这个毅力这两个字来形容 所以其实它也大概不知道什么是流感 它只是觉得说 这个症状比较严重 所以它会对严重的部分 再去对症下药就对了 对 当然我们就是说 刚刚我们讲毅力 大家可能比较不容易去理解 那我们讲瘟疫 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就是这种严重的传染病 我们就叫瘟疫 所以以前 我看过很多小说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有瘟疫就要把那个村子隔离 对 那是这样吗 古人也是这样医治吗 这个在我们老祖宗 在汉朝的时代 西汉的时代 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方法了 为什么要隔离呢 他们发现有隔离的这个村子 其他的健康的人 就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到 所以已经发展出说 用隔离的方式来 让这个病不要再 没有限制的传染下去 所以一般如果这样听起来 应该是透过人之间的 飞沫比较容易传染 所以食物跟环境比较不容易吗 人跟人的接触也会 比如握握手 然后当然那个是跟飞沫有关 比如说你感冒了 我跟你握手 结果我们在无形当中会 不知不觉当中会 会碰到口壁 那就会传染到 那跟飞沫是比较 接触比较多的 所以跟食物跟环境 跟水源都比较没关系 食物的话当然营养不够 人就抵抗力比较弱 那环境当然是 环境如果说太潮湿 太寒冷或太热的地方 它其实都会容易 让人的失心力变差 免疫力降低 当然就比较容易被感染到 想到吃东西 所以流感跟感冒一样 要吃得清淡吗 所有的生病 包括你今天拉肚子的也好 或其他的这个 我们现在尤其三高体质特别多 其实是要适度的 要调节饮食的内容 不要吃得太好太多 所以这时候流感的话 睡两天是没什么用的吗 当然如果说能够多休息 一定对病程有帮忙 只是说因为流感 它带来的症状比较严重 你睡的时候 你也睡不着 想睡是不是 要不然就是昏睡 其实你睡起来 也没有觉得精神会变好 这时候所用的积极的治疗的方式 就要进去了 赶快介入 让它整个身体的状况 生活品质赶快提升起来 所以中医对于流感的治疗 也会分前中后期吗 还是说怎么样去治疗 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辩证论治 辩证就是你要依个人的体质 依当下病因 病位 还有它产生的这个病基 那个机会 机会点是这是什么 它做一个很完整的分析之后 再根据这样的状况 再投药 所以叫做辩证论治 所以一般去求诊的那些流感的患者 通常是前期发现比较多 还是中后期比较多 其实我们在中医的门诊里面 它有些患者 他其实是前期就会来 他很不舒服他也会来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很像 现在有一些什么流感的快塞一样 让它检测 但是我们依照症状的判断 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 它可能是流感 哪些症状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他全身会痠痛 全身痠痛 头痛的人厉害 发烧 咳嗽的人厉害 喉咙痛 这个都可能是 所以如果您这样讲 就是如果他没有发烧 其实对人是不太有伤害 重点是那个高烧吗 即使有些小孩子 他发高烧 活动力也很好 你也不用太着急 所以是 特别是流感也要特别着急 其实流感它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因为它传染力很强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这个传染力强的这些病毒 我们要尽快让他能够排出体外 第二个 不要跟家人或其他 像小孩子在幼稚园 在学校里面跟小朋友接触的时间太长 所以我们尽量要让这些小朋友 生病的小朋友隔离 隔离起来 在家里休息 所以比较会传染的时节 到底是前中后哪一个时期 应该是初期的时候是比较快的 初期啊 那就很难避免嘛 因为初期有些根本不敏感 没有发现 因为它整个甚至在潜伏期 或者说它已经一些症状解除之后 它还有一些传染力 所以你很难去避免 所以我们只好跟这些家长也好 那在学校老师 我们就跟他交代 小孩子有发烧 有全身酸痛 有些不舒服的现象 尽量就让他离开教室 离开学校 在家里休息 是 谢谢 那我们观众朋友 当你有流感或身边的人 发生流感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他 请他多注意自己的环境周围 还有自身的个人卫生安全 那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要跟陈医师来聊一下 就是流感的时候呢 在保养上或在按摩穴位上 有哪些可以去做的 传统的医学怎么样看流感这个症状呢 陈医师就是我们知道感冒有分风热风寒型 那流感也是有这两型吗 对 中医很简单的分就分成 这个把感冒就分为风寒跟风热 那在台湾常见的是风热型 那一般在比较北方的地方 它风寒型的比较多 那两个最主要的分别 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临床上 第一个是问他口不口渴 再来看他喉咙会不会痛 再来就是看他发烧的程度 在风热型的 他可能就发烧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比较不会怕冷 风寒型的相对会怕冷 这个是风寒风热 以这个感冒的症状来分 最主要的几个分辨点 那医师您刚刚说会有高烧 那通常高烧到几度左右 一般我们讲的高烧 大概是38度半以上叫高烧 那升到39度 持续这样对人体会不会有什么损伤 就我们了解 其实它不会很严重的损害到说 什么是什么会脑筋会烧坏 对啊 这不至于 那如果你一直不去理它 当然也没有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还是要去观察 看它的生命力 它的活动力 有没有做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真的产生了昏迷 我们叫做神昏沾鱼 那时候就赶快要处理 所以如果活动力还很OK 其实高烧是没什么大的关系 没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小朋友 那有些小朋友他即使到了40度 他活动力也很好 你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那个是身体 跟他外界的病毒在做一些战斗 对因为一般医生都会说 高烧几乎赶快来 塞屁股或是打退伤 我就想说 是有什么特别的 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损害 其实是没有的 对所以你硬着用药去医治它 它反而让它以后 下一次药再作战的能力就消失了 那一般在中医治疗上 会是用哪些药材去治疗吗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像 这个每一次流感一来 就会被炒作的两位中药 第一个就是金银花 这个不管在大陆那边 或是在台湾这边 只要有这个流感说要来 就金银花就会被炒作 为什么它有特别的什么效应 它对于我们叫新凉解表药 它是一个主要 因为花类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有发散的这个作用 这个效果还不错 那另外一个是板南根 那这又有什么作用 板南根它也是一个清热解毒的药 可是一个是花 一个是 这个好像应该是树皮 这个应该是它的精类的东西 一个是上面 一个是下面 因为它不同的这个科属 所以它作用的 药理的成分是不太一样 所以它能当药 可是它能当作保养之用吗 当然 不要每个药你都要拿来保养 是不行 当然你要保养之前不是不行 你还是要问问看 专业医师 或这个药店的老板 这些专业人员给你一些建议 你是属于这个热性的体质 含性的体质 当然用药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偏热性体质 对 偏热性体质可以用这两个药 所以如果用错 那就很糟糕了 那当然就是火上加油了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民众 就是说纵使流感的时候 也不建议自己去买来自己喝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另外两个 如果说讲到一般 我们常看见的这些茶饮类 比如说黄芪 红枣 枸杞 枸杞 大家喜欢煮茶来喝 对啊 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这个吃了 它因为这个里面的糖分很高 像我的自己的一位 这个小学老师的太太 她就是平常血糖都很好 那有一次她给我看 她说血糖最近血糖偏高 我一问之下 原来她交了一群新朋友 然后呢 在山上泡茶运动 那每天都煮那个茶来喝 结果喝到血糖就有点偏高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为那个是应该可以长期当开水来喝的 所以这个要小心 有一些这个民众 有一些我们这个好朋友 他都不清楚这一点 那尤其上了年纪 他整个调节能力比较差了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这样喝没事的 年纪大了 这个爱之四足以害之 那要小心一点 那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流感的症状 不舒服 有没有可以自己按摩的穴位 让它舒缓一点呢 当然身体在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最常用的当然就是 我们讲的膀胱筋跟我们的胆筋 那在这边跟各位介绍几个穴位 那第一个这个 我们先介绍就是 我们最常用的大概就是风磁穴 就在这个地方 这胆筋 后脑勺 在整骨的旁边 耳朵的后面两个的中线 靠近法际的地方 凹进去的地方 这个是比较好记的 所以你两个手一拿起来就可以按得到 可以自己按 往耳后一伸就可以按得到 就这个地方 按还是转 其实你就按了 不要让它很痛 不要很痛啊 不要很痛 你就让它有刺激 你越按越舒服才对 不是越按越痛 OK 这个是风磁穴 第二个是肩颈穴 肩颈穴就在我们这个提肩胛肌 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肛上肌上面 最丰厚的这个点 就是从这个脖子上面到这个 肩关节中间的这个连线的 最丰厚肌肉的这个高点上面 这个叫肩颈穴 所以按下去到底是要什么感觉 它也是酸酸胀胀 然后很舒服 不是是按完之后要松松的还是 其实你要觉得说 我按了之后 我会觉得 比较舒服 人会比较舒服 头脑的那个 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另外这个大椎穴 大椎穴比较麻烦 在后面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肉 好像骨头 都是骨头 因为它是在这个地脊椎下面 那这个地方一般我们都不是用来保养或一般的治疗 是用来退烧用的 退烧按这里 按啊 不是用按的 那不然怎么办 可以放血 放血 放血最有效 可是一般家里民众不太会感动血 所以这个还是要由专业人士来操作 那如果说你民众要操作 可能有一点难度 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在临床上 比如说小孩发烧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回来放血 是扎针 有一滴血出来就会 对对对 一般像现在其实很多家里都有柴血片 因为有人在院血糖 这些柴血片 用那个给它扎两下 然后呢 给它拔拔罐 吸多一点 很困难耶 又要扎又要拔罐 一般人家里不会有拔罐的吧 先把它点湿之后 再用拔罐的方式把它抽出来 那如果我们用拔罐的设施怎么办 就用杯子啊 杯子 然后让它用真空的原理 哦 好特别 就是听到 就用杯子这样压下去 就是你用干净的杯子 要洗干净消毒好 是 然后呢 你用一个这个 报纸也好 用烧一些纸 然后再放到杯子里面 那会把它的氧气耗掉 对不对 是不是产生真空 然后就盖在你 刚刚我们这个大椎血附近 抽一点血出来 然后就把它这样拔起来就好了 就放着 放着 它会让血就真空的把它吸出来 几滴 噢 学到了一招耶 原来是这样子 对 我想说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不会有拔罐系吧 这个方式 在大椎上放血确实有效 因为我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个小朋友 他们就是发高烧不退 甚至好几天的 西药也吃也要不下来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 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就没有再发烧上去 这一定要记得 所以这个拔罐的方式 它是用让身体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去调节 是是是 它藉由痛 藉由一些外在的刺激 让身体的调节重新再来一次 它就能达到这个退烧的效果 还算是老祖宗的一些智慧了 对 我们今天就是要借助老祖宗的智慧 让我们远离流感 那还有哪些穴道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刚刚陈医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用的退烧的穴位 就是大椎穴 那除了这刚刚介绍的这几个穴位之外 还有没有哪个穴位 暗了也会让我们舒服一点 其实让它舒服的穴位 大部分在手上 手上 那常见的有几个穴 比如说鱼脊穴 还有我们董事棋穴用的小结穴 就是在我们大拇指 这个地方叫鱼脊 刺白肉 就是白肉 白肉跟这个红 红肉之间 比较之间 这个地方 你按起来会酸酸脏脏的 把这个地方压松了 或河骨穴的附近 河骨穴 还有第四跟第五指之间 我们中刺穴 中刺穴的附近 你常常压这几个穴位 所以没事就这样压压 也很舒服 那两手都可以压 你发现 哪里不舒服 对 哪里不舒服 就把这个按松 那平常其实 有人就是每天在拍拍手 按按手 对整个保养来讲很有效 那脚的部分 就是竹栓理屑 是大家最知道的 因为我们这个竹栓理屑 在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理论 它是多气多血 竹阳明卫经多气多血 所以你这个地方多给它刺激 所以两脚都有 都可以 两脚都可以 那我有听过人家说 用 如果你有一点点感 或一点流感 用刮沙的可以吗 刮沙的也可以 也行啊 为什么 它是什么原理 这个如果以刮沙的原理来讲 我们会讲到说 这个跟中医的经络 竹太阳膀胱筋 是整个身体的一身之表 因为背部 在我们人来讲 它是对外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经络 那竹太阳膀胱筋 是在这个脊柱的两边 这个丰厚 我们叫树脊肌的地方 把这两个地方 这个刮一刮 所以流感也是刮这两个地方 刮这里 一般我们会刮 主要会刮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刮 这个竹太阳膀胱筋 还有刮呢 肩颈的附近 这里 就是穴道的那里 就是刚刚这个肩颈穴的附近 就是沿着这样刮下来 两边这样刮 然后两边这样刮 那要刮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看很多人 刮很恐怖耶 真的在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你轻轻的一刮 它就会出杀 那刮的时候我们建议有一些润滑油 比如说用婴儿油 或说你家里有一些什么活络油 万斤油 什么绿油精 白花油 那个都没有关系 这有一点润滑的作用 然后轻轻的 比如说用汤匙 用铜板 用牛角 都可以 但是记得不要太深太用力 轻轻的刮体都会有效 反正你太用力是不小心 是用力刮出来 不是真的杀出来 不是它真的自己出杀 因为这个是古时候他们的观察 这个先人的智慧 他们就有这样的刮 它可以侦测病情 也可以治疗 轻是什么样的轻啊 你可以试刮一下 好 来 就这样的力量就够了 它真的在刮 那很轻啊 这个力量就够了 它真的有杀的话 这样就会出伤 好 那如果我们观众朋友 想要再平常保养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茶饮啊 或是我们有听过 以前的那个瘟疫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做那个香包 那真的是有用的吗 香包其实它也是有用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讲 芳香疗法 有没有用 它当然绝对 好像有 它有一些作用 是我们意想不到 但它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效果 为什么 你一定很好奇 透过香气吗 对 透过香气 它是一种感觉 刺激吗 对 感觉会刺激神经 神经会促进 荷尔蒙的一个转换嘛 我们叫神经内分泌系统 它会 这个整个会激发出来 好 让你的免疫会上升 所以在这个流感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做 那个香包 随身携带了 如果行有余律 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来准备一下 那也蛮有意思的啊 那里面通常会放哪些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常放会无珠鱼 这个无珠鱼吃起来味道不太好 味道不太好 但是这个你可以尝尝看 这可以这样生吃吗 可以 很像在吃那个 那个以前有个银色的小药 那个 人丹吗 有那个味道 但是那个比较 我们台湾话杠杠 这个是细心 细心 细心它是芳香药 所以它有香气 以前的人生牙痛的时候 就把细菌塞在牙缝里面 真的吗 它有轻微的麻醉作用 所以以后我们牙痛 我们可以这样塞住 应该可以找牙医师吧 找出原因 那以前因为 因为它整个对于牙齿的构造 也不太了解 医学知识也没那么发达 但是如果可以这样子来 暂时止痛 细心是不错的 这个是枪活 枪活是发山药 它很新香 这跟我们小时候做香包味道很像 很像 还有苍竹也是 苍竹 也是做香包的材料吗 那苍竹很有名 就是有一个药叫平胃散 这个刺激肠胃蠕动 很有帮忙 刺激肠胃蠕动 对 那这个是柴壶 柴壶 柴壶就是我们这个感冒的后解 我们叫半表半理 这个小柴壶汤大柴壶汤用的 这个是大黄 大黄是档笛肠胃用的药 它是疗科的植物 还蛮好闻的 疗科的植物它可以让你清泄肠胃 所以这个是比例是都一比一比一吗 可以大概等量来做 等量 等量来做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买了之后请那个药材 好像抹粉吗 抹粉 还是已经有粉了 现成有粉可以吗 现在 现成的粉比较少 这些都是要买来 自己买来 那如果这样包起来不好 这样包起来它因为粒子太大 太大 没有效益 它挥发的那个性 挥发性不够 在临床上 你还有没有特别要提醒观众朋友的 就是说在面对流感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当然第一个就是休息 那我们也知道 休息它能够让整个骨骼吸收系统 甚至让神经比较安定 你就睡个觉啊 多睡一下 让整个身体状况代谢的这个方式 能够趋于稳定 第二个 不要吃太多东西 适度的清淡一点 而且量也要控制好 不能太多 那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 是 谢谢医师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听到陈医师的分享 我们有一个 应该要有一个很正确的 对流感的一个观念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身体要适度的放松休息 那这样我们自然的免疫能力呢 就会加速我们 帮助我们把这个流感呢 远离我们的身体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陈医师 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谢谢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